走出診間 福嶺市醫院的醫師群 跟著慈濟志工下鄉探訪老人 很多看病方面的 病後的水管 癒後的評估 生物上面的護理一些指導 都很重要 我們另一邊 犧牲一邊個人時間 但是對他們來說 還是受益很大 大部分的人 慢病的控制的意識不強 所以通過這一支 就是讓我們更加意識到 這樣一個宣傳 這樣一個幫助 對他們非常非常有用 我也希望我們以後 這樣的一個家訪方式 能夠進一步做下去 這裡是廣陽鎮的西昆村 人口有七成以上 是上了年紀的長輩 慈濟志工與當地政府合作 進行鄉村振興 老人的健康照護 成了最重要的課題 今天可以參加慈濟 跟師姐們一起去慰問老人 我挺感動的 看到他們的真心付出 也不把張 還有醫生他們都很耐心 我是在這裡看到這些老人 這通那通的態度了 願意付出 想幫助他們 我們希望說藉由這次的反噬 年輕的志工組成一個健康宣教隊 培訓一下 讓他們慘慘的可以 這個進行老人的關懷 當地志工的投入 讓鄉村振興的力量擴大 也讓愛像涟漪一樣擴散出去 帶來新聞 珍善美志工 福建報道